人生就算是做梦,也要做一个像样的梦 作者胡适 1903年,我只有12岁 那年12月17号 由美国的莱特弟兄做第一次飞行试验 用很简单的机械试验成功 因此,美国定于12月17日为飞行节 12月17日正是我的生日 我觉得我同飞行有前世姻缘 我在前十多年曾在广西飞行过12天 那时我做了一首飞行小赞 这算是关于飞行的很早的一首词 诸位飞过大西洋、太平洋 我在民国30年 在美国飞过4万英里 这表示我同诸位不算很隔阂 今天大家要讲人生问题 这是诸位出的题目,我来交卷 这是很大的问题,让我先下定义 但是定义不是我的 而是思想界老前辈 他说人为万物之灵 怎么讲呢? 第一,人能够用两只手做东西 第二,人的脑部比一切动物都大 不但比哺乳动物大 并且比人的老祖宗猿猴的还要大 有这样做东西的两手和一切动物都大的脑部 所以说人为万物之灵 人是什么? 即是人在戏台上演戏 在唱戏 看戏有各种看法 其对人生的看法叫做人生观 但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怎样算好戏呢? 怎样算坏戏呢? 我常想 人生意义就在我们怎样看人生 意义的大小浅身 全在我们怎样去用两手和脑部 人生很短 上寿不过百年 完全可用手脑做事的时候 不过几十年 有人说人生是梦 是很短的梦 有人说人生不过是肥皂泡 其实就是最悲观的说法 也证实我上面所说 人生的有没有意义 全看我们对人生的看法 就算它是做梦吧 也要做一个热闹的 轰轰烈烈的好梦 不要做悲观的梦 既然辛辛苦苦地上台 就要好好地唱个好戏 唱个像样子的戏 不要跑龙炮 人生不是单独的 人是社会的动物 它能看见和想象它 所看不到的东西 它有能看到 上至数百万年 下至子孙百代的能力 无论是过去 现在或将来 人都逃不了人与人的关系 比如这一杯茶 就包括多少人的贡献 这些人虽然看不见 但从种茶挑选 用自来水 自来水又包括电力等等 这有多少人的贡献 这就可以看出社会的意义 我们的一举于动 也都有社会的意义 比如我随便往地上吐口痰 经太阳晒干 风一吹起 如果我有牢病 风可以把病菌带给几个人到无数人 我今天讲的话 诸位也许有人不注意 也许有人认为没道理 也许说胡适之胡说 是瞎说八道 也许有人因我的话而去看看书 也许竟一生受此影响 一句话 一句格言 都能影响人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2500年前 离尼泊尔不远的地方 路上有一个膝盖死了 尸首正在腐烂 这时走来一位年轻的少爷 叫乔达摩 后来就是释迦摩尼佛 这位少爷是生长于深宫中 不知穷苦的 他一看到尸首 问这是什么 人说这是死 他说 哦 原来死是这样子 我们都不能不死吗 这位贵族少爷 就回去想这个问题 后来跑到森林中去想 想了几年 出来宣传他的学说 就是所谓佛学 这尸身腐烂一件事 就有这么大的影响 飞机在莱特兄弟做实验时 是极简单的东西 经四十年的功夫 多少人聪明才智 才发展到今天 我们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点行为 都可以有永远不能磨灭的影响 几年来的战争 都是由希特勒的一本 《我的奋斗闯的祸》 这一本书害了多少人 反过来说 与其好话 也可以影响无数人 我讲一个故事 民国元年 有一个英国人 到我们学堂讲话 讲的内容很荒谬 但他的欧字的发音 同普通人不一样 是奸生的 这也影响到 我的欧字发音 许多我的学生 又受到我的影响 在四十年前 有一天 我到一外国人家去 出来时 鞋带掉了 那外国人提醒了我 并告诉我 细鞋带时 把截头底下转个弯 就不会掉了 我记住了这句话 并又告诉许多人 如今 这外国人是死了 但他这句话 已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总而言之 从顶小的事情 到顶大的 像政治 经济 宗教等等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尽管看不见 影响还是有的 在孔夫子小时 有一位鲁国人说 人生有三不朽 窃气利德 利公利言 利德就是伟大的人格 像耶稣孔子的 利公就是对社会有共建 利言包括思想文学 最伟大的思想和文学 都是不朽 但我们不要把这句话 看得贵族化 要看得平民化 比如皮鞋打劫不散 土坛 欧的发音 都是不朽的 就是说 不但好的东西不朽 坏的东西也不朽 善不朽 恶意不朽 一句好话可以影响无数人 一句坏话可以害死无数人 这就给我们一个人生标准 消极的 我们不要害人 要懂得自己行为 积极的 要使社会增加一点好处 总要叫人家得我一点好处 再回来说 人生就算是做梦 也要做一个像样的梦 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 有一首诗 题目是梦 说 知识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谱定计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和杀梦功德 不要丢掉这梦 要好好去做 即算是唱戏 也要好好去唱